接下來要上的叫做大氣的成狀構造 就是大氣有分一層一層 這一句話就看一下就好 不用背 大氣層越往外面越稀薄 沒有一定的界線 國中生的程度就是沒有一定的界線 你上了大學 教授可能會問你說 大氣層要算到哪裡為止 那個時候有那時候的學問來判斷 就甭管 國中生就是沒有一定的界線 延伸到宇宙的邊緣也是大氣層 沒關係 那個大概有一個界線 然後99%在距離地表30公里的空中 50%在6公里 所以剛剛跟你講說算到100就已經很誇張了 對不對 30公里就已經99%了 所以算到一般又已經很誇張了 所以在速視你不用背 你只要知道越往上面越稀薄就可以了 你就記得越往上面越稀薄就可以了 那麼這個稀薄這個大氣呢 我們有分層 好 根據什麼分層 重點一 根據什麼分層 根據溫度垂直變化的特性 就是越高的地方會越熱還是越高的地方會越冷 叫做溫度垂直變化的特性 重點二 分哪些層要背 而且要照次序背 從地面數到天上 對流層 平流層 中氣層跟增溫層 平流層跟增溫層 好 這個是重點二 有分哪些層 重點二它有分 重點二它有分哪些層 重點三 每一層後面加完之後 你要知道哪一層是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哪一層是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哪一層是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重點是 記得長相 基本上長這樣 我的說法叫做超人長尾巴 Superman 長尾巴 超人長尾巴 就知道 這一層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這一層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這一層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這一層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然後你就有背流層 平流層 中氣層 增溫層 就自然而然就知道哪一層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哪一層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你就會 你就會曉得了 所以 你就會曉得 好 那 就超人長尾巴 Superman 長相 所以記得了 記得了重點四 你就應該會重點三 OK 這邊有一個真溫層 以前叫它熱氣層 但是現在不爽叫它熱氣層 改叫真溫層 為什麼不爽叫熱氣層 後面告訴你 好 重點一 跟你什麼分層 溫度的垂直變化 重點二 分塔階層 下面組到天上 對流層 平流層 中氣層 跟真溫層 重點三 要知道哪一層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哪一層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重點四 長相 什麼長相 超人 長尾巴 Superman 長尾巴 OK 好 第一層 對流層 陽光 陽光所照來的熱量 空氣大部分都不會吸收 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終身不要知道為什麼 大概有一半都是被地面所吸收 地面吸的熱再把它放出來 再放出來 你剛剛講過的紅外線放出來 所以對大氣而言 火爐在哪裡 地面 所以越靠近火爐就越熱 所以底下溫度高 上面溫度低 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每上升一公里 下降6.5度C 一 要背 二 基本上大考試沒考過 五 老師小考會考 三 如果會考 考這一題 這6.5度C 按照會考的習慣會給你 會告訴你 但是 雖然他會告訴你 你還是要給我背 每上升一公里 下降6.5度C 然後考試就考什麼呢 玉山高4000公尺 加一平低溫度25度 請問你 按照這樣算 玉山三平幾度 6.5 4000公尺 4公里 乘以26度 地面25度 下降26度 山上零下1度 這樣 就算這個 OK 來 調背 每上升一公里 下降6.5度C 好 高度越高 溫度越低 對流層 降到最上面的時候 就開始溫度不太變化 五時候叫同溫層 現在比較少講這個名詞 叫做對流層底 對流層底大概11 12公里 大約10公里 11 12公里左右 會隨季節跟緩度的不同而不同 原則上是地面溫度如果越高 對流層底就會越高 好 地面溫度越高 對流層底就會越高 所以夏天比冬天高 地尾度比高尾度高 對流層 對流層叫做對流層 對流層叫做對流層 因為它會對流 下面熱 上面冷嘛 熱空氣會上升冷 空氣會下降 所以它就會有對流現象 因此 然後空氣的水大部分都在這裡 幾乎都在這裡 各位聽不懂的 所以造成一個現象 一般老師喜歡考結論 我喜歡考前面 一般老師喜歡考最後這一句 請問天氣現象都發生在哪一層 答對流層 我喜歡問前一句 為什麼 為什麼天氣現象發生在對流層 因為對流層 對流旺盛 水氣豐富 要熱的會上升 然後到天上遇冷會凝結 才會有雲 才會下雨 第二個 要有水 沒有水就不用講 沒有下雨就可以吃 沒有雲就可以吃 所以水氣要豐富 所以因為對流旺盛 水氣豐富 所以天氣現象都發生在對流層 剛才講過一般老師考是考後面這一句 請問你天氣現象發生在哪一層 答對流層 我想問前一句 為什麼對流旺盛 水氣豐富 OK 上面這個泡沫就算了 這不重要 要噴射氣流 對外面有噴射氣流 西風 強烈的噴射由西往東吹 舊特爾寫得比較誇張 什麼時速1000公里 要嚇死人 這個秒數100公里差不多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人曾經利用這個噴射氣流 放氣球大戰去轟炸美國 有轟炸成功 但是美國政府當時掩蓋消息 不讓他的民眾知道 免得引起恐慌 我們被日本人轟炸了 我們被日本人轟炸了 就是這樣子 現在就是對飛機有用 對長城 如果有人去過亞馬里卡 有人去過美國的 你去美國怎麼飛呢 飛啊 臺北飛 直接往東咻就飛過去對不對 你從美國回來怎麼回來了 飛啊 上阿拉斯加 走日本 彎下來 幹嘛 避開他 避開他 他的時速大概算300公里 我們算300公里 我沒有算 算300公里 230公里 好 他有一個由西往東吹的 強勁的噴射氣流 時速200公里 你飛西起飛 由東往西飛 時速200公里 飛了半天的魚 沒飛 你那邊沒動 會耗的 所以避開他 他但季節不同 就冬天比較明顯什麼之類的 那個就不管他 反正這個國中不教你 聽過表示你有學問就好 那考試也不會卡 考試也不會卡 好 噴射敬